好 主要觀眾 交通部在今年7月1號的時候 正式上路了一個新的規定 也就是如果駕駛人行駛在路上 違規臨時停車就會被計1點 而如果在一年之內累計超過12點的話 就會被調扣駕照兩個月 不過這樣子的新規定呢 對於職業駕駛人也就是計程車司機 或是貨運業者都是一個大煩惱 因為他們都必須要在臨時停車的地方 下貨或者是載運客人等等呢 對此他們今天是非常不滿 來到交通部面前 來到交通部前面來抗議 來聽一下他們怎麼說 我們已經有司機被計到6點了 對 就是短短的才上路兩個禮拜的法 已經有司機被計到6點 我不知道他接下來要怎麼面對 暑假結束之後 我不知道他要怎麼辦 對 那我們也很急 他們也很急 每一個駕駛都很急 你可以看到今天來的車輛 真的比我們預估的車輛數還多了 超過一倍 因為我們本來申請的繞行 真的數量沒有那麼多 所以對於警方我們真的很抱歉 因為我們今天的車輛數是 完全超乎我們的想像 好 可以聽到計程車司機是表示說 在短短上路三個禮拜 就有人被計了6點 也就是說在一年之內累計超過12點 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他們今天才會來到交通部來抗議 而交通部對此也有回應 表示說未來會有召集會議 來演你更好的措施 以上就是現場最新情形 再把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